大家好,欢迎收看,冒声说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股市中老鸟关注的重要指标 PPI,Producer Price Index,即生产价格指数 反映了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情况 是分析经济和股市的一个重要指标 经济经济,无非是生产和消费两端 PPI用大白话说就是生产端老板们整体的生产成本 咱们之前还讲过CPI,消费者价格指数 这个就反映了消费端老百姓们整体的生活成本 举个例子,一件衣服的一生 一件衣服的一生主要有四个阶段 地理的棉花,这是原材料阶段 棉布厂的棉布,这是中间品阶段 服装厂做好的衣服,这是产成品阶段 棉布厂净棉花的价格,就是原材料价格 服装厂净棉布的价格,就是中间品价格 服装厂给各地经销商批发的服装价格 就是产成品价格,商场货架上衣服的标价 就是消费品价格 在这四个价格中,前三个共同组成了PPI 反映了生产衣服的整个产业链上 中下游的生产者们各自的成本 最后一个则构成了CPI的一部分 反映了消费者购买衣服的成本 画张图更清楚 这整个过程就像一条河的流淌 上游影响中游 中游影响下游 下游又会影响消费流通 原材料在河流最上游 原材料价格上涨 大家可能都得跟着涨价 PPI是CPI的上游 PPI上涨 CPI也可能上涨 那我国的PPI水平是怎么样的呢 下图是2006年1月到现在的CPI指数变动情况 可以看到从2020年6月开始 我国PPI迅速上涨 到2021年11月开始 我国PPI又开始迅速下滑 PPI和股市什么关系呢 股票的涨跌 一个根本影响因素是企业利润 如果企业利润增加 股价就会上涨 反之则下跌 所以关键在于分析PPI的变动 是怎么影响企业利润的 这就得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涨价了 并且区分企业到底是上游 中游还是下游 一般来说PPI上涨 上游企业受益最大 中游企业可能会被挤压 下游企业受影响相对较小 举个例子 假设现在因为国际因素 棉花供不应求 棉花价格大涨 棉花种植企业的利润就会大涨 股价自然大涨 但下游的服装企业 却不会有太大影响 因为生产出来的衣服 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 要是敢涨价 分分钟卖不出去 于是服装企业 只能对中游的棉布企业强硬 服装利润这么薄 还没法涨价 你们棉布 要是涨价就没得完了 于是棉布企业 只能苦逼兮兮地 接受利润被挤压的现实 那假设国际因素解除 棉花价格大跌会怎么样呢 欢迎小伙伴们讨论哦 最后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茂生 要是觉得视频还可以的话 麻烦订阅我们频道 您将会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